Hello, 大家好, 又回到minecraft的極限生存 我們又繼續我們的冒險 首先我跟大家update一下我最新的狀況 這裡屋裡面應該沒什麼特別 然後這裡有一點特別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的底部是有些海草還是海帶的東西 它可以用來食用也可以 又或者它有另一個用途 帶大家去看一下 這裡正在燒這個海帶桿 這個海帶桿把它合作海帶桿塊 它就可以成為燃料去燒這些海帶 就是說基本上我現在不太需要 怕缺少這個燃料 大家可以看到是可以燒到的 另一樣就是在動物農場方面 農場方面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塔就是生雞的塔 這邊有豬、羊和牛 三個的農場 但其實那個範圍也不太大 等我遲些把這些泥土 然後呢 去到稱為平地之後 我就考慮會擴建 因為這個數量其實都不是很舊 很快我就會 屠殺一波 然後拿這個皮革 至於豬就 其實豬沒有實際特別大的用途 除了豬肉之外 那羊就是羊毛 但是遲早我都要做一個大一點的農場去安置它們 因為羊呢 如果你想要有一個實際用途 就是把羊染造不同的顏色 去到獲得它的方法 我想遲些 對了 那這裡就 如我一開始所說 這個位置 就可以 這樣 讓雞不要掉下來 而且它又順利生到蛋 到這個位置 OK 好 好 至於這邊 那這邊 這邊就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一堆 甘謝牆 沒有特別的 而這裡就 種這個農田 這個農田其實遲早都會擴大 但是呢 就應該不會是 應該不會是這個人手去到種 我會找村民來幫忙 對了 我不會再自己種 這些箱就是 對應不同的種子 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 至於這邊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就有一個礦坑的地形 這個礦坑的地形呢 可以落到去 近著負數的 歪 即是負六十幾 甚至負二三十 那樣 又或者你喜歡在第十 我喜歡在第十格到掘都可以 因為以前就是 我就是喜歡在第十格到 第十層到掘這個鑽石 對的 而這邊呢 就是一個種樹牆 這個 岑樹 這個就是 這個叫什麼 忘記了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橡木 橡木樹 這個叫八環木 對的 三種不同的樹 好啦 而今集呢 有什麼可以做呢 今集呢 我想去到 我要純服一隻馬 純服一隻馬 純服一隻馬 但是首先呢 我們要有個馬鞍 我記得我是有馬鞍的 對了 有馬鞍 然後呢 我們就找一隻勁少少的馬 以及漂亮少少的馬 我印象中記得 這裡附近有很多馬 我這個地形呢 是有豬有羊有牛有雞有馬 馬是在哪裏呢 我剛才也拿到 這個方向是有馬的 這個方向 我們沿著這裏 河邊 海邊 河邊 這樣就過去了 由於這裏呢 還是 還是很暗 所以 經常都有怪生出來 等遲些我多霉的時候 我就會 嘩 有沒有這麼多怪啊 你在這裏都打我 你會不會過分的 還有這裏有個 這個水域給他休息都挺過分的 OK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看看 前面 前面有一堆黑色 黑色和灰色的馬 可以問 可以看看哪隻馬適合做我的 戰馬了 這隻有四格生命 好 第二隻 這兩格 雖然看這個生命值好像不太好 但應該是最實際的方法 OK 這隻可以 這隻兩行都沒得一行 陰公 不要這隻 暫時有一隻是很高血的 因為兩格都不太好 OK 那我們選好了 就決定是這隻了 我記得這隻是最多血 沒錯 這隻最多血 等騎到他有心心就可以把它帶回我們家屋 順便可以方便我們去到不同其他地區區域旅行 帶一些物資回來 OK OK 成功了 永遠的好拍檔 裝我的馬鞍上去 OK 他的跳躍能力都挺高 不錯 這隻馬是一隻好馬 他是不是不能跑 這個已經是跑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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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遲些我先弄一張地圖 因為我沒有地圖 我不太懂得怎麼回來 雖然我可以靠座標 但我想有一張地圖在手會比較好看 還有就是這隻馬 我應該怎麼安置他 我沒有史萊姆那條繩 哎呀我應該 我應該可以打那些流浪商人 因為我之前有流浪商人在附近新城過 但是他消失了 對 那個流浪商人消失了 應該打死他拿那條繩 因為那條繩 比較難拿 對於我這個剛剛開始玩的玩家來說 因為他已經不在了 已經不知道去那邊了 那些流浪商人 我應該要把它放在海裡 因為我想他也不會走得很遠 就算他也沒事 我記得我有兩個馬鞍 我只有一個馬鞍 不過不要緊,馬鞍這些很容易有的,就算沒有也不太緊 今集我就想下去找個黑曜石回頭 我想弄一些附魔的東西 弄一些附魔,然後加快加強我的工具或者我新的裝備 以防自己一些意外就死亡 現在就下去找黑曜石 好,我看看 嗯,有沒有呢? 這個位置已經是負二十多層了 這個位置有沒有熔岩 好像沒有熔岩 這個位置 我還沒有火爆 又有黑曜石 OK,那我們就可以掘一些黑曜石回去 這個位置 他有鋒器 那這個位置 OK,已經掘好這個黑曜射了,基本上就沒有什麼特別要找了 看看這裡有沒有什麼特別 嘩,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地方 我真的沒有帶門,不太敢走 沿路接返,回來了 那現在就要想一下附魔台放在哪裏 還有附魔台怎麼弄 兩個鑽石 現在好多鑽石 兩個鑽石,還有一本書 一本書? 還好有 附魔台在這裡 OK,完成 好,完成 接著這個就放進去 嗯,我需要一些 我需要一些木 木先吧,需要一些木去做一個地方去封住附魔台 做一個附魔的空間 咦,為什麼他上來了 看一看 我預計就...不如在這裏對出吧 不如在這裏對出吧 我起一條樓梯走出去 好,然後就隨便找一些木 放在這裏 之後就放附魔台在上面 OK 之後就要青金石了 青金石,我們順便弄一個箱子 在這裏 好了,那這裏我準備了一些青金石 就準備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附魔台都可以放在偏向左上 然後再放一些書 在這個位置都可以 其實 還是就放這裏呢 不如放這裏吧 就放這裏吧 看一看它的效...它的... 強化是效率1 還是... 因為還沒有這個... 還沒有一些... 叫做... 書架在附近 所以現在我們就殺一些... 牛吧 殺一些牛螺皮革 現在 OK,那就剩下小隻的牛吧 然後我身上有16個皮革 可以用來弄光做書 弄光做書 弄光做書 就可以放在附魔台附近了 對了,剛剛就附魔了 附了一個鑽石稿是效率2 還有這個鑽石鏟是效率2 其餘這兩個我就不附了 一來它內九低 二來它是鐵的裝備 所以我就不想附給它 等遲些我有鑽石的一些工具 再附魔都未遲 我覺得 好,那現在就... 先插一些火把 先出去 還有需要大量的一些... 皮革啦 就是牛啦 因為大家看到都不夠 都不夠升到30厘 所以其實還差很多 但是不要緊 我們慢慢累積起來就可以了 順便現在呢 去附近島 看看有沒有一些... 暗的地方會生怪 那這個時候就馬上插火把 比如這裡啦 我還想被它打到 其實這些位置 我盡量想在這個島上 不要有怪生就可以了 因為遲些我一定會弄個... 類似生怪塔之類的東西出來 就不是用生怪磚的 放棵樹... 嘩!棵樹伸到這麼高啊 為什麼 棵樹伸到這麼高啊 為什麼 棵樹伸到這麼高啊 OK 這裡啦 很明顯這裡要放 亮度很明顯就不夠了 黃仔掉下去 黃仔掉下去 被人教攻啊這裡 很危險其實這裡 很多地... 很多... 那些... 一些大的洞呢 不小心掉下去 很容易扣... 重傷這裡 你看這個多高 所以唯一一天 要找些泥去安住它 這裡... 一樣啦 超暗這個位置 這些怪物最喜歡就是這些陰暗的地方 這裡啦 這裡啦 還有其實呢 要把那些泥呢 慢慢掘走都很辛苦 對啦 因為這裡呢 全部都是我... 由它... 就是還有這些這樣的... 就是它的高度不符合我的要求 要求呢 就是在這一格 但是呢 它全部都比這一... 就是全部都高一格 所以我全部都要掘過 那就慢慢由石橙開始 然後強化去到鐵橙 然後慢慢掘慢慢掘 掘到現在 開闢這個土地 終於有一點點成果啦 好 那今集的MRI Cup時間 來這裡先 我們下集再繼續這個... 極限生存 再見個位置